心理箱旁好几个塑胶袋里头还装着纸箱 打开一看全是分装工具还有空烟蛋壳 原来一对夫妻把住家当成分装厂 把麻醉药物依托米纸制作成电子烟油和烟蛋 这烟蛋里装的就是依托米纸原料 稀释后会让人出现有如丧失的反应 不能思考控制身体还会不自觉的抖动 成为不少毒品替代品 二十多岁的成性夫妻看见商机 从柬埔寨相认识的朋友进口原料 做成烟蛋 烟油或半成品 再卖给下游王姓男子 就怕打坏市场行情价 要求对方贩卖两倍以上的价格 夫妻人就住在捷运卤舟站附近 只要走几步路就会到 因为平时会有不少的人 朝他们去直接把住家当成了烟蛋的分装厂 甚至会和下游的买家约在这面交 捷运附近是住宅区 有不少社区大楼 似乎把最危险的地方当成最安全的地方 约在这交易 家装被搜出的原料可以做成一千六百颗烟蛋 市值将近五百万 而依托米纸近几年不断的出现 是因为他还没公告列管 大陆从去年十月列为毒品 法务部则在今年六月 决议列入第三级毒品 最快九月能上路 在这之前只能用药室法办 导致越来越多人使用 适用之后的药效会产生的非常快 但是药效持续的时间也非常的短 那会造成适用者会 在不经意间就不间断的持续适用 走在队伍最后一个 就是夫妻主要下游王姓男子 平时做博弈跟黑帮走很近 曾批货给当地的脚头跟帮派 也会贩售给八大行业 看准年轻人成名电子烟 以为能钻法律漏洞 未来依托米纸将被裂管 跟ケーターミン同等级 毕竟他有成瘾性 会造成大脑神经受损 用多了恐怕会有死亡的风险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